謝謝主席 有請工商處副處長 議員好 處長我一樣要來關心 投分市的中華市場改建的案子 那陳如李歡強議員剛剛說的 我想問一下副作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現在這個案子的進度大概是怎麼樣 您剛剛說進入尾聲是在都市計畫變更的部分嘛 那請可以說明一下它的時程大概是怎麼樣 跟議員報告中華市場的部分的話 它原來這個是市場用地 那因為上面有個老舊的建築物在上面 那公所當初就跟中央爭取了一筆經費 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整個案子目前已經到尾聲 那因為它是朝著都市更新的方向來做 所以說都市更新計畫的草案會出來 那未來全力變換計畫的草案也會出來 那我們最近在辦理的一些 就是地方上的一些說明會 就是讓不管是地主 還有攤商這邊大家可以多做一個了解 之後未來重建才會順利 那這個案子其實時間上有一點延宕 就是因為過程當中 它原來的攤商它的安置的問題 其實公所都有在做思考 所以說剛才會提到說 他們原來也有考量過在那個上順旁邊的停車場 我們先回到剛剛前面那個問題 就是市場老舊改建 我想這個其實也是地方上面大家都關心 而且其實也期盼它可以好好變成一個 比較好的建築物 那我要問的是從你們的這個計畫尾聲 到未來可能開始運作 大概中間還會經過多久的時間 目前這個案子 因為它是規劃 規劃完之後會提了一個草案給公所 看他們要不要依照這個計畫去執行 因為未來如果現在方向比較傾向於 他要公開招一個實施者進來 實施者進來之後 他如果對這個我們現在做的規劃草案 他如果也認同 那未來他拿這個計畫直接去執行的話 修改就比較少了 所以比較明確一點應該是說 這個案子結案之後 下一步應該是公所會對外招傷 所以這個時程到他開始實際的運作 大概會有多久的時間 我要問的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討論完之後到 攤商們真的要開始做準備 要安置在其他地方 然後中間我們有多少時間 可以來做這個衝擊的準備 因為下一個動作是公所要去招傷 這個動作就是掌握在他們的政策上 所以就看公所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已經拖了非常的久 那我當然知道中間遇到了很多是 實際上在那邊做生意的攤商們 他們當然會覺得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在看到原本的簡報裡面 目前是規劃他們在建國花市這邊來做安置 但是陳如黎議員剛剛講的 那個地方附近是學區是住宅區 也是行經交流到必經的一個道路 雖然那個地方是市場用地 可是那周邊根本沒有附地去容納這麼多的人 去買菜或者去購物的話 停車的需求 那我一樣也是認為在上順廣場旁邊的這塊地 它的衝擊才會是比較小的 而且這塊地其實範圍還蠻大的 你一樣可以開放民眾進來停車 那如果在建國花市的話 不只是它這個位置不足 攤商來可能生意還是會受到影響 同時我認為如果我們現在規劃 要把攤商們安置到建國花市的話 攤商們一樣會反彈啦 因為不只是消費者們 以及周邊的住戶們會覺得那邊不方便 攤商一樣會覺得他們搬來這邊之後 消費者可能會覺得購物上面的不方便 或者是擁塞等等的情況 來的意願也不見得高 那中間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 多久之後才有可能會有一個明確的安置方案 那同時這整個過程的計畫中的時程 看起來也是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 因為後面是公所要來續接 所以對於攤商們來說 我在完全看不到未來的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以及看不到完整的時程表的情況之下 大家的反彈當然會是高的 所以這部分要麻煩工商處 一定要跟公所好好的來溝通協調 我們當然市場的改建 大家都是引頸期盼的 希望可以看到頭份有一個新的面貌 但是呢 這個中間我們還是要把我們所有的攤商 還有人民的權益 都一定要顧及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那要麻煩副作這邊 一定要跟公所這邊來好好的來溝通 好剩下一分鐘我要問下一個問題 之前在黃處長還在任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有跟他建議 蒼龍廣場這邊希望可以做誘託 那後來也很順利的推動完成了 想要問一下線內目前還有沒有這樣子的公益案件 是像是這種大樓可以試住空間 讓我們來做公設的使用 我們現在在都市設計的審議當中 其實也通過了應該還有八九件 但是就是會他會跟著這個建築物建案 他去新建 我簡單問一下頭份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有在哪邊 像那個苗北演藝廳那周遭 那周遭的那些建案 新的建案其實只要規模量體夠大的 大概都會有希望 那附作是不是會後可以整理一下 頭份地區的資料可以讓我們來參考一下 未來我們也可以跟相關局所來討論 有什麼樣的空間可以做什麼樣的利用 好嗎?好 謝謝